小安 小安 半条 时间不早了 客人都走了 就正名了 赶紧走吧 我们这儿要关门了 什么态度你 上酒好 酒 你那酒前还没交呢 说什么你 上酒 你果然在这儿 你怎么又喝成这样了 你想气死我呀 姐 来来来来来来 正好来来来来来 陪我喝点喝 你疯了吧你 还喝 给我回家 他酒前还没交呢 够吗 够了 走 我走 回家走 干嘛呀 我还没喝够呢 你给我清醒 清醒 你打我 你有什么自个儿教训我 妈都没打过我 你打我 小栅子 你也太不懂事了 要不是小姐收留你 你现在还出大马路呢 你既然借助在小姐家 你就要懂小姐家的规矩 你每天这么晚回来 还喝得烂醉如泥的 你让我这个当姐姐的 也太丢人了 烦不烦呢 别沾口闭口周小姐了 我告诉你 她都自身难保 她管我懂的 你就是周家的一个丫头 你在这儿唱 你等会儿 你给我说清楚了 小姐怎么就自身难保了 你说清楚啊 小栅子 你给我加油 快告诉我 小栅子 小姐 你去哪儿啊 小姐 你去哪儿啊 姐夫 和我说快快快 快 小姐 你要去哪儿啊 水上前面那辆车 快我也了 小心 快点快点啊 水上前面那辆车 快点 快点 走 走 你 你干嘛呀 你放给我 你 你 我这是情报 你 你不要想我 你这么神圣的事 你这么神圣的事 你怎么想我的情绪 我不要 行 你先去接上教检查 我进去看看 好 快 不要去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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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干什么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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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干嘛 马队长 何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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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你这个流氓 竟然敢欺负我们他小姐 我误会 误会何队长 行 你先出去照顾静波 你等着 我们告你去 哼 马队长 你这是何必呢 这种事传出去 多丢人哪 你看 人家可要告你去 我也没有办法 只能公事公办了 何队长 你不了解内情 是他二叔烧口气 说要成全我们 我才这样 我 你胡说 谁信你的话 你给我等着 我们去警察厅 说礼去 走 小姐 借意不说话 小姐 何队长 有什么话去说吧 小姐 我并不是想替马队长 看一图 他这个人 我也看不惯 当然 他犯了错误 肯定要受到惩罚 但是 周小姐是大家归宿 这件事万一传出去 肯定会对她的声誉有损呢 既然你出什么事 能否大事花笑 小事花了 何队长 你的意思是 就算你告诉他 厅长肯定会立案 也会把他抓起来 可是他毕竟是 城防司令部的人 好得也是真机队的队长 到时候 他死皮赖脸不认账 反而会拿出周家的信件来 跟你们歪迟 不仅周家颜面扫地 弄不好 他反过来 会刁难周家 我这么说 也是为周家着想 何队长 你的话有些道理 但这事我做不了主 我得跟靖波商量一下 我会把你的意见说给他听 好 马队长 我帮你这么大忙 你可得好好感谢我呀 不过我告诉你 以后不许再骚扰周小姐 从此以后 她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一定 一定 何队长 多管着 您废气了 收队 二老爷 这事办吧 您就放心吧 山子 往后我不会亏待你 二老爷 何队长 您这是 二老爷 周小姐今天出门遇到点意外 还好 没出什么大事 哦 人我是安然无恙 给府上送回来了 哦 以后 还是要多加小心的微妙啊 靖波呀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的脸色很难看呢 我不舒服 先回去了 那回去歇着吧 周小姐 你好好休息 我改日再来看你 告辞了 告辞了 山子 送送河队长 是 河队长 慢走啊 小山子 你给我过来 我有话要问你 你又要啰嗦什么呀 我问你 是不是二老爷 让你给马队长 传过口信 什么马队长 我不认识 你少装算 我告诉你啊 这件事小姐现在已经知道了 你要是不告诉我怎么回事 我可帮不了你 小姐已经知道了 快说 老大怎么回事 是二老爷 二老爷 让我给马队长 带个口信 说 生米做成熟饭 这门心事就成了 二老爷真这么说 啊 不对啊 姐 这小姐怎么会知道啊 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 你亲人能干出这种事了 我打死你 我让你再干 你别怕你 你别怕你 你别怕 谢谢我了你 谢死我了你 局国 table 敬波 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吃碗莲子羹吧 敬波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一天回来 一句话都没说 我们不放心 是啊 有什么事跟二叔说 二叔会帮你的 你会帮我 我看你想害死我 姓婆 你怎么跟二叔这么说话呢 马六你让我去找的是吧 他今天趁烈欺负了我 要不是姓儿的核队长及时赶到 我 这个马六王八蛋 是我看错了人呢 京波 对不起 我不该让你去找马六 你别装了 马六都告诉我了 是你让他那么做的 你还想顺利成章 把我嫁给他 是不是 没有 没有的事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啊 京波 我是你亲二叔 我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 这是马六 他恶人先告状 他怕你揭发他 所以才编出这套歪理 京波呀 咱可不能信哪 我再也不信你了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狼狈为奸 就是想让我离开周家 我告诉你 想都别想 我今天就把事情查清楚 京波你看见 好 咱们一定把事查清楚 山子 山子 接着 山子 你今天当着小姐和大家的面 把话说清楚 是不是我让你带话给马六 跟他说 小姐有事相求 请他务必给个面子 帮帮忙 我是不是这么说的 说 说呀 山子 你不要怕啊 一定要实话实说 如果你敢撒谎 我立刻让你和你姐 给我滚蛋 不是 是 就是这么说的 小山子 你把这口心给我一字不落的再学一遍 要是有半句隐瞒 我让你立刻滚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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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老爷 嗯 不不不 是 是 马 马队长 二老爷让我给您带个信 我们家小姐有事相求 请您务必给个面子 帮了这个忙 这 日后定有重谢 是